吴尼朗 米米桑 大家好 欢迎收看5月10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高双双 先一开始带你来看到花莲省政府在国教署补助3000多万元 玉里国小的永昌分校校区建制偏乡学校中央厨房计划工程 目前正锦罗密谷的施工建制当中 那么现场徐真卫是高度的关注 上午专程到了工区了解工程的作业进度 同时就未来餐车进出动线等等的问题 和施工单位沟通来交换意见 接近中午10分县长许真卫赶到正在开始动工建制的 玉里国小永昌分校中央厨房工区内显砍 了解工程作业进度 回旋的空间就是进来但是不会是倒车的程序 它在里面可以回旋然后自动再从前到前进去 你这些树里面要一直掉 这些树是等于我们后面在整个做植栽 除了县地会堪包括县府教育处施工厂商等人 跟着县长一次到南区县证中心小型回忆室 县长徐真卫尤其关切未来送餐路线 是否会成为学校校园安全的隐忧等问题深入了解 同时也和施工单位进行沟通意见交换 不会有太大的风险 因为我说我们出入口是 我们出入口大概就六门宽 然后进来之后它可以有一个回旋 它停车我们规划的停车的位置在这边出去 我们就把前面的树那边做整理 还有我们刚堆滞掉那个堆料的部分 让车子从这个地方出去 玉里国小在县政府的支持下 推动偏乡学校中央厨房计划 获得国教育辅助3100多万元经费 以永昌分校这块空地作为基地 建置中央厨房设施设备 让偏乡和都会地区学童享有相同品质的饮食照顾 并且也建造出融合在地特色 生活美学建筑以人为本的现代化厨房 而目前中央厨房也正仅罗密古建造中 校方也紧定进度 期盼能走日完工 提供南区偏乡学童安全的饮食照顾 记者是玉兰玉里镇采访报道